这个建立资料库 建立资料表 写入资料 重点回顾一下 这些其实都固定的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 写来写去差不多是这些东西 主要是最重要是你要多学一个SQL语法 你要熟悉它 SQL语法我们刚刚就是两段 一段是create table 建立两一个table名称两个栏位 第二个是 再把资料写到 资料库里面 两段 实际上就是利用那个什么的 Cursor的物件 它里面有个exq方法 把这个讯息传递给SQL 所以exq Cursor.exq有点像我今天是一个 算什么 传算总机小姐 反正我就是把这个讯息丢给 丢给资料库 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前提是他要看得懂 如果他看不懂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帮你把资料写进去 会产生错误 我会跳出错误讯息 OK 所以呢 第2阶段我们是希望改写 改写什么 第1个 我的number 就是我的编号 有没有 我不要什么 我不要自动帧号 我不要自己要填个编号 因为每次要填1 然后第2次要改填2 每次都要改 所以最好是吧 这个地方我可以让他改成自动帧号 但自动帧号特别注意 因为自动帧号一定就不是文字 因为文字的1 它基本上没有计算功能 数字才有办法再加1嘛 有没有 所以第1个 你必须把它的什么呢 栏位的资料形态 把文字改成数字 那在SQL里面 就是资料形态 如果你要改成整数的话 就是integer 那int加一个 就是全称 integer OK 这个就是整数 那当然整数的部分 它才可以加1 有没有 第1次是1嘛 第2次就变2 第3次一直累加 那另外的话呢 因为它那个 是编号 所以基本上 我们给它一个什么 它是组件 组key 所以呢 组key的话呢 当然有个特色啦 一定要有资料 第2个是不能重复嘛 所以primary key怎么拼呢 这可能要 primary 然后key 这可能自己稍微 如果记不起来的话 云端上有 这个地方我就加一个key 这有点像SS里面 它有个钥匙按下去 但它可以用图形化 我们这边不行 我们可能要稍微记一下primary key 这个叙述 后面的话 自动帧号的话 那你可能 像SS里面就点一下下拉选项 自动帧号 但这边没有 你要记住 auto incre increment OK 那你就跟他讲说 我这一个栏位 有几个 改变 第1个 把资料形态 改成整数 第2个呢 我把它改成是主key 主key就是它这个 一定要有资料 然后呢 一定不会重复 那再增加一个叫auto increement 就是让他怎么样 打错 auto increement 自动 打错 自动帧号 OK 那这样的话就知道 这一栏 我就是自动帧号 然后面这一栏不用改 接下来的话呢 底下insert into 可能要改一下 因为我这一个栏位 已经是自动帧号 所以基本上这个栏位 将来就不用给他了 所以以后的话你value 只要给什么 只要给电话就好了 但是特别注意 如果你只给一栏 你前面value前面你要跟他讲说 我现在 只要针对某一栏输入资料 哪一栏呢 就跟他讲刮糊 value前面跟他讲说 我要这个栏位 输入这个资料 什么资料呢 value这个资料 这个帮我放进去 number怎么办呢 因为他会自动帧号 不用理他 OK 特别注意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执行看看 不过 我是建议 这边干脆把它改成 table 也许table02 然后呢 insert into 也把它改成table02 换一个table好了 我们把它做 区隔 不然之前如果有旧资料的话 怕会有问题 好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大概改了这个地方 跟改了这个栏位部分 那execute看看 OK执行一下 这样的话执行 execute 他这边会跟你讲说 啊 语法错误 我又自拼错了吗 我看一下 他这边跟你讲说 auto incre 自拼错了没有 increement OK 这边打错了 increement ok 那这样 而且他其实会跟你讲 错误的是哪一行 这一行 不过特别注意喔 如果你看到是这一行 通常是上面这一行有错误喔 为什么 因为他是传递 上面这一行讯息的喔 OK 表示说上面这个讯息 如果有错误的话 他会发生 而且他会跟你讲说 错误的讯息 语法错误是在near 跟你讲说 接近这个地方 所以你可能检查一下 理论上应该就对了 autoincreement OK 是不要拼错了 那再来的话 我们再执行一下 我们就把这个资料丢到那个 table02看看 会不会OK呢 好 这个时候他没有错误讯息 表示应该OK的 那我就 执行一次之后的话呢 理论上 不过他会说database lock 为什么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啊 他如果正在执行 他会把它lock住 所以这个可能要把他关掉一下 然后再把他run一下 OK 他如果都没有错误 再来的话你就把这边改一下 也许本来是89 那就变7 6 5 4 3 2 1 0 好了这样OK 再执行一下 执行两次了 然后呢 再来也许我就把这个电话码变更一下 随便改一下 反正就是 改个电话码 然后前面number不用喔 他会自动帮我加 我执行三次 那有一个table02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再去开启 所以重新把那个seqlite browser打开 open一下 看一下这个资料库里面 有没有table 0 有了在这里 有没有两个栏位 有两个栏位 而且 会跟你讲说这两个栏位呢 第一个栏位是number 一样 tail一样 那不一样的地方他会跟你讲说 他是integer 而且是primary key喔 OK 这个有变更了 那再来我要看一下里面资料 有没有进到里面的话 你可以 按一下 browse data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个table 0 点一下 OK 那你会发现 我刚刚执行太多了 可能前面已经有执行过了 所以你会发现喔 前面这个number 反正你只要执行过一次 他就会自动帮你 加1加1 那你又不需要 你只需要什么 只需要后面这些资料 你去把它变更 他就可以帮我把它改 改成其他的电话 不过 当然这样很不方便 所以 我是建议你们待会可以 看看有没有办法 把这个地方 改成一个变数 用input的方式 比如说我就是 加一个x 等于input 请输入电话 来让他输入 输入完之后 在enter 他就自动帮我 把这个电话 直接映射到 这个资料库里面 这个资料表里面 这地方该怎么改 或者是说我刚刚有提过 再把它改写只能跑三次 就是说 跑第1次第2次第3次 第3次之后的话 我只要三个电话 就结束 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刚刚的那个 范例稍微修改 第1个是改他的资料形态 他的key 加auto increment 第2个就是记得 把value后面 本来有两个 改一个之后的话 前面 再跟他讲说 把这个栏位 的资料加进来 大概改两个地方就OK了 来试一下好了 画面先 切还给 各位一下 这个东西云端上也有 OK啦 画面 还给各位一下 OK 资料库其实对于这个程式处理非常的重要 因为很多 很多 其实学程式最后如果你没有学资料库 感觉好像 好像根本没有学 为什么 因为其实工作上用最多的还是资料库 所以 基本上如何 把python 跟资料库做连结 基本上你知道的不用太多 大概其实我们今天讲的 这些范畴 如果你能够熟悉其实基本上就够用了 OK 剩下的话就是变化 怎么样把它 灵活的再变化一下 试一下 试一下 试一下